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这些商界大腕 人诉笑 一个玩意儿罢了 我没有反驳 三年时间 他既不承认我是他女朋友 连情人这样的名头也吝啬 他说 沈岁就是这样 我怎么对他 他永远不可能离开我 有人冷声打断了他的话 聊些别的吧 是北城最大的房地产集团总裁 周衍 听说他大学时就去了美国 直到最近才回国 行事果断 作风很利 手下的资源与产业 和整个认识相比 也并不逊色 印象中 我们并没说过什么话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替我发声 人诉猛然被呛了一句 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瞥了一眼周眼 呵 周总这是在替沈岁打抱不平 大家都觉出了气氛有些不对 有些人开始打哈哈 突然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阵刺鼻的味道 紧接着是管家的声音 阁楼电线短路 起火了 我已经打了消防电话 不严重 没事 众人纷纷抬头往楼上的方向看 果然有烟雾从那里飘过来 有女孩捂着鼻子 抱怨道 什么时候能解决 臭死了 人诉看了看周眼 又望向我 莫名开口 不是要救火吗 要是沈岁敢冲上去救火 我今天就承认她是我女朋友 几乎是人诉的声音一落地 我立刻冲了上去 阁楼 阁楼 身后一阵轰然大笑 搞什么呀 为了一个名分 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哈哈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刚刚管家不是说了吗 这火又不大 再说 我们这么多人呢 还能放着她烧死 这么看来 这个沈岁还挺有心机呢 不过这个行为 也未免太丢脸了吧 生生戏血中 我自然没有注意到人诉 她的神色在那一刻 变得慌张无措 伸出手 仿佛想要抓住我的手腕 却错过了 我把阁楼的门用力踹开 跟在人诉身边这么多年 我已经知道 他们家的习惯 把一些不怎么值钱的艺术品 放在顶层的阁楼 即使那是她哥哥生前 最后一幅作品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幅画 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背影 坐在向日葵花田里 和其他一堆 看起来廉价的油画 放在一起 那么醒目 还好火势不大 没有烧到这个地方 我走过去 抱起画 拍拍画框上的灰尘 门外传来周眼的声音 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吗 然后是闹哄哄的吵嚷声 有人小声劝导 任少爷他有数 周总咱看热闹就行 我淡淡一笑 只要这幅画完好无损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可就在 我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天花板上的吊灯摇了摇 坠了下来 沉沉地砸到了我的手臂 划了一道很长的伤口 我忍着疼 咬牙慢慢挪了出去 我出去的时候 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 有人调侃人素 任少爷 接着是要脱单了 对吧 人素没接话茬 他看着我 嗓音有些发色 沈碎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 直到看到我蹲在沙发前 慢慢把怀里藏着的话 取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放下 他愣住了 问 这不是我哥的那幅旗袍肖像 你把这个拿出来干什么 人缘 有人顺势接了一句 任家 因为空难 已经去世的长子 听说他本来要接手产业的 怎么还画画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是个青年画家 听说他这幅旗袍像 是为他相恋七年的初恋女友做的 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幅画 人素整个人僵了一下 他紧紧地盯着我 沈碎 你说清楚 你认识我哥 我轻轻抚摸着画框 就好像抚摸着人员的脸颊一样 我慢慢说 人素 我三年前和你联系过 说想花钱买下这幅画 你说起码三千万 我那时候没钱 现在我攒够了 这笔生意 还做吗 人素表情一正 我知道他想起来了 这幅画是人员为我画的 一幅坐在向日葵花田里的背影 可是三年前 人员代表公司去美国谈一笔生意 飞机遇到雷暴 追入了太平洋 回来的只有他的遗体 画作的继承权 归属到了他的父亲 老任总任月那里 我当时全部身家只有三百万 想把这幅画买到 那时候任家 已经由人素接手掌势 他通过第三方回我 本少爷不缺钱 出到三千万再来谈 有人窃窃私语 什么呀 任素那个小情人 根本不喜欢他 闭嘴 任素突然喝倒 他看着我 眼神凶狠又专注 所以审遂 原来你这几年 都在耍我玩 是吗 我向后退了一步 没说话 任素闭上眼睛 在睁开眼的时候 他狠狠地吐了一口气 像是在说服自己 下定决心 我承认这次我栽了 但是审遂 你也没赢 他又恢复了 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毕竟你只是我的一个玩具 而且是众多玩具中 相当不值钱的一个 我想扔就扔 想换就换 说着 他就揽过旁边站着的 那个流量明星 刚刚嘲笑过我的白纸 白纸惊呼一声 朝他的怀里撞去 不好意思沈小姐 画我不卖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不仅那幅画不卖了 他今后也不想再和我 掺和到一起去 毕竟谁愿意被当作替身呢 白纸躲在人素的怀里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娇娇地哼了一声 处在这儿干什么 还不走吗 我摁了一下 点点头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发现外面下起了暴雨 我叹口气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到车 背后传来哗啦一声 什么东西被踹碎的声音 沈碎 人素压着嗓子叫住我 你给我记住了 你今天走了 以后也都别回来了 我推开大门 把外套披在头顶 闯入大雨之中 沈碎离开后 人素猛地把白纸推开 他的心里突然涌上来 一阵漫无边际的惶恐 他会不会就这么真的一去不返 再也不回来了 外面是瓢泼大雨 人素烦躁地走到落地窗前 想要看一看他现在怎么样 他想 他又没带伞 这里是郊外富人区 出租车进不来 沈碎要怎么走 他始终要回来的 只要他冲自己低一下头 扶一个软 他又不是不能原谅他 毕竟他赔了自己几年 这几年 他不信 他是完全装出来的 白纸扯了扯人素的手腕 任少爷 别站那里了 外面风大 小心吹着凉了 谁让你把沈碎赶走的 他呵斥道 我还没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 既然你这么喜欢自作主张 以后任家这边的资源 你就都不用要了吧 白纸脸色煞时变得惨白 任总 任素已经不想听他说什么了 他转头看向窗外 可沈碎却不见了 一辆银色宾利 向外急驰而去 那是周延的车 我站在屋檐下 雨大 风也大 刮到我身上 冷得厉害 一辆车停在了我前面 车窗慢慢降下 露出周延那张冷硬的脸 上车吧 这个地方出租车进不来 他淡淡地说 我看着手机上的打车软件 没有一个车接单 我低声道了一句谢谢 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周延看了我一眼 给我扔过来一个毛巾 擦擦头发吧 他简单地说 左手握着方向盘 右手拿起手机 像是找导航 送你去哪 这个问题 其实还挺不好回答的 我一直住在 人宿的别墅里 在认识任职的这几年 其实待遇上 公司并没有亏待我 可惜我的家庭 是一个无底洞 父亲是赌 两年前欠了一大笔钱跑了 那时候母亲身体又检查出了重病 还债 治病 都要用钱 无奈之下 我只好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小公寓 我说 要不把我放在附近的酒店好了 周延没说话 直到把车开进了市中心 一个封闭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他把我带回了他自己在北城的家 我犹豫不决的表情 大概出卖了我此时的心情 周延用指纹按开门 他看了我一眼 声音冷静到 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沈小姐 你放心 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倒也不会禽兽到这种地步 我摇摇头 跟着周延走了进去 房子很大 也很干净 干净到甚至少了一丝人气 我们两个人 好像没什么话说 他去了厨房 我一个人局促地坐在沙发上 突然发现书架旁的柜子上 放了一个册子 相当眼熟 北城二中毕业纪念册 我就是北城二中毕业的 而且这还是我毕业的那一年 我和人缘就是在这里相遇 成为了彼此的初恋 那这里会有我的照片 也会有人缘的照片吗 正当我想悄悄翻开的时候 周延从后面走了出来 他拿了两瓶矿泉水 放到柜子上 一只手摁到侧子上 制止了我的动作 没什么好看的 是啊 别人的东西 我动什么 我对自己有些气恼 沈小姐很想要那幅画 周延比我高不少 他逼着头 突然问出声 是又怎么样 人肃又不可能卖给我 我笑了笑 这幅画确实是我的一个执念 可是执念在身又怎样 这个世界不可能处处为你让道 也许我真的到了放弃的时候了 周延右手食指轻轻敲着桌子 我可以帮你拿到这幅画 但是沈小姐 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周延淡淡地开口 好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一样轻松 我需要一个结婚对象 来堵住家里长辈的口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甚至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结婚对象 是的 周延确认道 他看出了我的疑问 打断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继续解释 沈小姐你可能不知道 我家里面的产业比较大 现在外界所知的也不过九牛一毛 但是很多还都在我爷爷手里控制着 我爷爷的意思是 只有等我结婚了 才能把绝大部分控制权转移给我 我指了指我 可是周老板 你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吧 他看着我 那不是更麻烦吗 到时候戏结束了 反而被纠缠上 就不好了 我沉默了 怪不得他找上我 周延知道我和人缘的事情 我不可能爱上他 他也不会爱上我 我们两个是完全地互相利用关系 我说 好 周延笑了 他冲我伸出手 合作愉快啊 沈小姐 我在周延家里住了两天 晚上 是在周延家的客窝睡的 很奇怪 我睡得比在人宿的别墅还要踏实 几乎每天都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周延也没去上班 在书房对着电脑办公 我醒来到客厅的时候 他刚好把饭菜端上桌 这么大的总裁 竟然亲自下厨做饭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他指了指桌角的手机 说 沈岁 你的手机早上响了好几次 我怕打扰你休息 直接给你挂断了 我恩了一声 他不叫我沈小姐了 我拿起手机 人速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我仲没看着他的名字 生日那天闹得那么僵 我想 我们两个是再没什么联系的必要了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周延已经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还很自然地加了两道菜 他把手机从我的手里拿走 用很平常的语气问 什么时候去领证 嗯 这么急的吗 我尝了尝 周延的手艺还不错 对 你也应该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家族 内部斗争都非常激烈 如果我慢一步 就有可能被庞系节足先登 周延说得非常严重 好像我即将决定 他的未来命运一样 不过他的话却提醒了我 我的身份证 毕业证 这些重要的东西 都还放在别墅 这些东西不是衣服化妆品 不能丢 下午我就回了人宿的别墅 我带了一个很大的背包 准备把该拿的东西都拿走 不再来第二趟 别墅空荡荡的 太安静了 简直无法想象 这里和平常那个热闹疯狂的地方 是同一个 管家看到是我 忙说 沈小姐 您回来了 我点点头 没和他多说话 直接往二楼 我的卧室走去 可推开房门 却看到了人宿 他坐在地板上 手里拿着手机 像是在等谁的消息 或者电话 空气浑浊 大概是他又抽了不少烟 听到推门声 他抬起头 掀起眼皮 朝我看了过来 沈碎 他猛地站起 列起了一步 踢倒了脚边空调的酒瓶 你去哪了 我没理他 直接走到里面的柜子 拉开抽屉 取出了自己的证件和钱包 沈碎 你在干嘛 人宿的语气 明显带着一些慌乱 他嗓音发色 你拿这些做什么 我绕开他 打开衣柜 再拿一些衣服和日用品 就差不多了 就在我把一件睡衣 装进背包的时候 人宿抓住了我的手腕 别闹了 碎碎 他眼眶发红 紧紧地看着我 你是生气我 把你的房间弄乱了吗 我给你整理行不行 他见我不说话 继续说 还是因为那个白纸 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我早就把他的资源 全都拿走了 那种心机女 你和他计较做什么 我把背包的拉链拉上 走到房间门口 和人宿摇了摇头 人宿 我们两清吧 我不欠你的 你也不欠我的 从此之后 我们不必再联系了 都说 我是人宿身边 最铁的那个 明明只是秘书 却偏偏还要有 麻雀变凤凰的 非分之想 我住在人宿家的别墅 其实我们两个 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三年来 人宿慢慢接手了 他哥哥留下的业务 早期他性格冲动 搞砸了好几个 大额的合同 我就几晚上不睡 帮他收拾烂摊子 他参加女明星的庆功宴 喝到凌晨 也是我从床上爬起来 把他接回别墅 他跟人飙车 淋了大雨 回来发烧 我一边熬药 一边照顾 人宿醒来 看到我 明明身体已经须得不行了 嘴上还要占便宜 沈碎 真就这么喜欢我 我没答应 把药递给他 快喝吧 他不接 只是重复着继续说 想跟我的女明星太多了 你身材又不是顶级 也就脸蛋还算顺眼 你再主动点 我魄力让你当我的备胎 怎么样 他以为我会撒个娇 甜甜地问怎么主动啊 但我只是说 我没那意思 人宿的脸 一下子冷了下来 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没回到别墅 即使偶尔在公司见面 他也不和我说一句话 再之后 就是人宿的生日 他让我冲进 已经烧起来了的阁楼里面 周远不在家 但是晚饭 还是一如既往地 放在桌子上 我刚进门 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听到我已经把东西 拿回来了 他语气明显放松了下来 关于人员的话 他那边声音有些嘈杂 但是我临时要去外地出差 明天有个拍卖会 我们公司的同事会带你去 我原以为这件事情很不好办 毕竟人宿根本就不卖 我说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 我都安排好了 第二天上午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把我带到了拍卖现场 人员说是他们公司的同事 会在那里接我 但没想到来的是 他们公司的副总裁张元 看起来四十多岁了 明显一副技术骨干 为公司操劳过度的样子 戴着眼镜 头发也有些秃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张总 您亲自过来呀 他笑笑 我和周总是好兄弟 这点盲帮 帮是应该的 这个时候 拍卖正好开始 他看了看表 对我说 我进去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点点头 可没想到 张元一走 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不想看到的人 白纸 他穿得相当性感 低胸短裙 浓装红唇 这几天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人肃把他的资源夺走后 他其他几个代言 也纷纷被解约 此时 他这么刻意高调地出来 无非就是想要获得一些关注 看看能不能抱到某个人的大腿 再重新回到主流圈子里罢了 白纸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他冷笑道 沈岁 你可真是有构建的 人肃不要你 你又去勾搭上了周氏的副总裁 人家已经结婚了 你知三当三 不大好吧 白纸的嗓门特别大 这里又是大厅 来来往往的人经过 有许多人侧目向我们看来 我气不过 两步向前 伸手就打了他一巴掌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白纸被我扇的脸都撇到了一边去 他叫道 你敢打人 说着就要来扯我的头发 可是他刚抬起手 就被人拉住 猛地向后一拽 是人肃 他把白纸用力地推到了后面 贺道 你疯了吗 我有没有说过 不准你找他的麻烦 白纸跌到了地上 他抬头看着他 认肃 他不值得 他勾引周氏副总裁 我都看到了 人肃看着我 他勉强笑着 不是真的 是吗 碎碎 这种狗屁一样的话 他也要来问我 我转过身 想走 他抓住我的手腕 急忙地说 我不信 真的 张元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周延 他竟然这么快就结束出差了 白纸看到张元 什么也不管了 喊着 张总 你女朋友打我 您管不管了还 张元一愣 紧接着反应过来 什么东西 人肃走到张元面前 他说张总 关于沈碎 话没说完 他就打住了 余光中 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周延走了过来 他脱下外套 披到了我身上 把我揽到怀里 低头小声问 怎么了 刚刚他好像在造我未婚妻的谣吧 周延看了一眼白纸 转头对任素说 这种业界独流 我想还是早日封杀比较好 周总 白纸叫道 猛地站了起来 他浑身发抖 可这次谁也没有理他 任素越过他 走到我面前 未婚妻 沈碎 你和我说清楚 这没什么好说的 周延不动声色地 把我拉到了他的身后 隔开了和任素的距离 到时候结婚 会给你送请柬的 任素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 周总 不说别的 你和我哥 也算是兄弟吧 你这样 周延直接打断了任素的话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情 得先走了 周延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 走到了停车场 我脑子有些乱 车子开了出去 我还想着任素的话 周延和人员的关系很好 那他以前知道我吗 我觉得应该问一问 沈碎 周延却先开口 打破了车里的沉默 对不起 我今天又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那扶你要的旗袍像 我给你拿回来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 向后一看 果然 一个包装严实的画像 放在后排座椅上 我一惊 顿时什么都不想了 你怎么拿到的 任家那边竟然肯卖 他微微笑起来 任素当然不愿意 但任家掌握股份的董事 是他爹任月啊 我去找了老任总 只要条件到位 没有什么谈不下来的 应该很贵吧 周延的语气 风轻云淡 郊外那片商业用地的 开发权罢了 那可是价值 十几亿的项目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但我同时又想到 只要钱给到位 就算是自己长子的遗物 也照样可以拱手让人 这么大的情 我低声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还 没关系 周延看着我 我觉得很值 从今往后 你看到这幅画 不仅会想到人缘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周延送给你的礼物了 这句话有些奇怪 但我并没有多想 汽车在路边停了下来 周延绕过来 替我拉开了车门 我看了看日历 今天特别好 适合领证呢 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就这样和周延登记了 他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 然后从口袋里面 摸出一个红丝绒的盒子 打开 戒指 碎碎 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该有的仪式感 还是得有的 很漂亮的钻石戒指 我觉得有些太贵重了 他不肯让我收回手指 你总得让我做戏做全套吧 在爷爷还有家里其他人面前 我总不能带一个三十块钱的借环 那像什么样子 我叹口气 问 我是不是还得见见你家的长辈 见完家长 周延婚事这关过了 应该就没我什么戏份了 周延顿了顿 不急 他们平常事情都挺多的 得提前安排 我们在外面吃过饭 回到家里 已经挺晚了 周延喝了一些酒 有点醉 他看着我 叫我的名字 碎碎 我有点好笑 你可别趁乱发酒疯 他摇摇头 你放心 我是正人君子 放在沙发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是我的铃声 他离得近 去看了一眼 冲我笔划了一下 骚扰电话 给你挂了 你先去洗澡 他问我 我应了一声 你快点哦 他的语气 已经近乎撒娇了 喝醉的周延 和清醒的他 完全判若两人 我好急呀 沈碎被周延带走后 人肃给他的助理 打了一个电话 这才知道 那幅旗袍像 已经被自己的父亲 卖了出去 换了一片 商业用地的开发权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他慌了 唯一能把沈碎 留在身边的联系 都被切断了 他不停地 打沈碎的电话 但都没有人接 直到晚上 电话终于通了 他刚想说话 那边传来的 却是周延的声音 你先去洗澡 你快点哦 我好急呀 人肃就算在傻 也能听出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感觉自己喉咙发干 脑子也好像混沌起来 周延 他终于逼着自己 说出话来 你让碎碎接电话 沈碎去洗澡了 你没听见吗 周延的声音听起来相当清醒 完全不是刚才那幅 缠人的样子 你这个混蛋 你他妈到底想干嘛 他脑子里的弦崩断了 再也忍不住 骂道 沈碎好歹跟过我哥 你现在这么玩他 对得起我哥吗 周延冷冷地回答 我没有任何对不起 人缘的地方 反倒是你 没有资格在我面前 提起人缘的名字 如果不是你 人缘根本不会活得这么累 周延说完后 就直接挂掉了电话 一片漆黑中 人肃捂着自己的脸 想 是啊 他哥 确实活得太累了 他从小是个二世祖 不务正业 一直闯祸 人缘就要给他擦屁股 他不想进公司 人缘一个人就得挑大梁 一天到晚地学习商业知识 就算他有个艺术的爱好 也要自己生生压下去 如果他能争点气 人缘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连轴转的 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商务会议 那个遇上雷暴的飞机 也许他就不会登上 早晨醒来 我抓起手机 发现昨天人速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太烦了 我直接把人速拉进了黑名单 然后穿上衣服下床出门 我已经通过邮件和认识 解除了员工关系 不用再去工作 反正没事 就准备去周延那里看看 结果一下楼 却看到了人速 他站在一棵树下 脚下一堆烟头 衬衫有些凌乱 像是站了很久 我本来想直接无视他过去 他却突然抬起头 看到了我 碎碎 他慌忙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朝我走了过来 你上呢 他后面的话不说了 紧紧地盯着我的左手 那上面还戴着周延买的戒指 他很勉强地笑了 笑得甚至有些难看 碎碎 这个戒指 我们不要 好不好 他拉过我的手 我再去给你买个新的 更大的 更好看的 我一把甩开他 任先生 拜托你别这样 我已经结婚了 这样被人看到 很不好 好吗 他一愣 正正地重复了一遍 结婚了 对啊 已经领证了 合法婚姻 此时此刻 我竟然有些庆幸 昨天周延去民政局登记的决定 那个小红本本我还放在包包里 没拿出来呢 我拉开提包 直接把结婚登记证摆到了人肃面前 那上面 我和周延的名字被写到一起 人肃的表情变得相当古怪 他沉默着 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个证件 手指伸过去 庞佛想要摸一摸 却又猝然身回 沈碎 他难难地念了念我的名字 嘴唇如冻着 张开又闭上 最终苦涩地笑了笑 海外公司有个业务 我爸也想让我去外面磨练一段时间 我应该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打车来到了周延的公司 前台的工作人员并不认识我 说帮我和总裁室的助理联系一下 我就先在大厅做了会 恰好电梯打开 看到张元从里面走了出来 张总 您好啊 我忙站起身 和他打招呼 想起上一次在拍卖场闹的乌龙事件 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 给您也添麻烦了 多大点事 张元冲我摆了摆手 笑起来 怎么 等周延 我点点头 他在上面开会呢 估计一时半会下不来 你要不要和我去咖啡厅等会 公司一楼 有一家内部的咖啡馆 专供员工休息的时候使用 这时候人不多 他给我点了一杯热饮 说 这几个月业务比较多 大家都挺忙的 周延 其实晚上 也经常和我们视频会议 我想起 有时候半夜也看到他书房亮着灯 不禁说 那他压力真的很大 不仅公司的事情多 家族又那么复杂 还要防止什么内部斗争 亲属夺权这种事情 啊 张元一愣 他嘴里的美事差点没喷出来 沈小姐 你不是TVB看多了吧 我摸了摸头 心想 这不是周延告诉我的原话吗 张元微笑着 周延的家庭关系再简单不过了 他爷爷到他都是一个儿子 什么叔叔伯伯的根本没有 你说的那些争权夺利 根本不会在周家发生 更何况 周延的父亲和爷爷 已经退居二线了 现在周氏就是周延定时 我呆住了 这和我知道的完全不一样 张元朝我招了招手 沈小姐 我站起来 不好意思啊张总 我有点事情 就先不等周延了 我往家里面赶去 周延骗了我 可是为什么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的脑子乱哄哄的 在房间里面乱走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搬走 却正好看到了书架里 摆着的那本毕业纪念册 他原本是放在外面柜子上的 周延又把它收到了里面 鬼使神差的 我打开了书架 把它拿了出来 几张照片落了出来 掉到了地上 是我高中时候的照片 高二那年 我参加辩论赛 拿到了奖 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认识了人员 他和我一个年级 但不同班 我们在决赛相遇 大论一场 最后我们足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比赛结束后 人员来到后台找我 他穿着白衬衫 以着门框 阳光照到他的脸上 看起来那样青春干净 沈碎 你变得真好 他说 我能不能认识你 有开门的声音 周延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手里 拿着的纪念册 脸上没有露出多余的表情 大概是已经在公司 听到张元提过这件事情了 他弯下腰 把落在地上的照片捡起来 专注地看着我 沈碎 我的故事 你能不能听一听 其实 我比人员要更早遇见你 周延说 那场辩论会 他是观众 从头到尾都看了下来 他和人员初中 高中 都是一个班 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他对辩论不感兴趣 人员倒是喜欢 他提议 我给你去探听敌情 把其他几个队的实力 都记录下来 周延就是在那时候 遇到了沈碎 他慢慢从看所有人的辩论 到只看沈碎一个人的辩论 拍他站在台上的照片 看稿子的照片 领奖的照片 后来人员问他 你小道消息探得怎么样 周延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这么个任务 他摆了白手 都不如你 不过 有个女生挺厉害的 说起这个 他咳嗽了两声 我 人员笑 你喜欢他 周延不说话了 他想 比赛结束后 需要他的联系方式吧 可比赛结束后 他再见到沈碎 却是在人员的身边 颁奖结束 人员拉着沈碎的手腕过来 对方的四变 超级厉害 他兴冲冲的 表情是难见的开心 他把周延拉到一边 我决定了 我要追他 说完 他自己先笑起来 看周延不说话 表情冷冷的 人员凑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么了 你不是也有一个 喜欢的女孩 不去要他的电话吗 我这才想起来 我好像确实在高中的时候 看过人员身边 有一个朋友 但我们交集并不多 每次我参加 人员朋友的聚会 他好像都不在 我对他的印象 实在太模糊了 竟然是周延吗 我轻轻地说 你从来没和我说起过 是啊 人员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可能提 周延低着头 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问 沈碎 你会怪我吗 怪我骗了你 其实回来的路上 我是想要发火的 为什么编出 这么一个拙劣的谎言来 可是周延的话 却又让我不知道 该怎么回应 周延把照片 一张一张收起 放回了纪念册里 沈碎 其实我总是不自信 他扯了扯嘴角 因为我总是来得太晚 演讲比赛结束后 我又想 如果是我先找你要电话 是不是一切会不一样 可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犹豫了 就当给我一个 弥补高中迟到的机会 他试着牵我的手 我曾经想过 如果人缘离开了 我能够重新开始第二段感情吗 人生不是一个死循环 也许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把手放在周延的手里 嗯 试试吧 番外人缘 人缘和父亲又吵了一架 人月说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调查过你那个女朋友 恋爱什么的玩玩可以 结婚必须我来给你挑选 他已经极尽所能地满足父亲各种要求了 只想换来在这件事情上的一点自主权 好像还是很难 人速晚上去山上飙车 凌晨才回来 那时候他在家里面画画 他推开他房门 叫他 哥 听说你和爸吵架了 人缘有时候很羡慕这个弟弟 他从小叛逆 性格桀骜难逊 父母也不指望他去公司里面担个什么职务 但对他的宠爱却很多 母亲会说 不想上班就不去上 反正家里有你哥 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速走过来 站在后面 看了一眼 这话的谁 一个背影 难道就是那个你喜欢的女的 人缘把话不遮上 贴了他一眼 你操心的事还挺多 哎 哥 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 跟爸吵架 值得吗 人速摇着食指 深沉地说 你堂堂认识继承人 要多少女人没有啊 竟然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都为你心痛 人缘觉得好笑 你懂什么 人速信誓旦旦地说 反正我是不会喜欢上水 我宁愿不停恋爱 人缘拍了拍他的肩膀 哦 那我以后等着看你带回家的女朋友 他已经和父亲说好了 他会去美国谈一笔生意 这生意 很多竞争对手都盯着 已经谈了几年 如果能拿下 起码可以静几年 让任势稳坐业内一把交椅 人缘说 你要真就那么有本事 我就不管你了 上飞机之前 他给沈岁打了一个电话 他声音懒洋洋的 像是刚醒 人缘要去一个月 叙叙叨叨 交代了他很多事情 人缘说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还有我弟 我怕他又闯出什么祸来 沈岁边听边笑 好 要是你弟惹了什么麻烦 你在那边回不来 我就去偷偷帮你收拾 人缘的眉眼温柔下来 他看了看表 是要登机的时间了 故事二 半夜突然收到陌生短信 说陆池喝醉了 让我去接 我到的时候 恰好看到女秘书 一脚踩空 陆池条件反射般 伸手去扶 我忍不住 眉心一跳 脏了的男人 就不能要了呀 于是我快走两步 在女秘书跌进陆池怀里之前 直接伸手将他拽下了台阶 看到扶他的人是我 女秘书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谢 谢谢沈总 我礼貌点头 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陆池那边的人 总是习惯于叫我陆太太 她是第一个叫我沈总的人 好像是在 暗戳戳地想把我和陆池分割开 陆池伸手抓了个空 不经意地眼嘴轻壳了声 你不是说不舒服 要在家里休息吗 怎么又来接我了 我不动声色地挽上她的胳膊 怎么 你接下来还有其他安排 陆池的表情 已经恢复了一贯的高冷 当然没有 陆池坐上了副驾驶 我绕到前方准备开车 女秘书却突然挥着手喊 陆总 谢谢你的外套 我明天干洗完 带去公司还你 视线顺着声音看去 我这才注意到 原来女秘书身上的西装外套 正是前几天陆池生日 我送她的那一套 当时为了增加心意与情调 我还特意请老师傅 将我俩的名字缩写 做了设计 绣在了衣领之上 此刻暗色的金线 正在灯光下 闪着盈盈金光 我略微皱起了眉头 瞄了眼陆池的反应 她神态淡漠疏离地点头 仿佛那只是一件 再普通不过的衣服 于是我干脆挤不上前 一把抓住西服领子 将它从女秘书身上扯了下来 随手就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这件衣服早就想丢了 就不用洗了 女秘书满脸错愕 看向陆池的眼神满是委屈 而陆池再未看她一眼 从关上车门开始 陆池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而我假装没有发现 物资安静地开车 进门后 我放下钥匙准备直接去洗澡 陆池却突然妥协般地轻叹一声 从后面攥住了我的手腕 那件衣服 你再帮我买一件一样的吧 我回头假装不解 哪件 陆池微抿着唇 眼里是满满的疑惑与失望 周文文只是个小姑娘 你刚刚有点过分了 我记得你以前 明明很宽容大度的 我呵呵一笑 正开她的手 那你记错了 我一直都是一个有洁癖 又小气的人 其实不是她记错了 而是她变了 曾经的陆池 高冷禁欲 身边连异性朋友都没有几个 偶尔有女生主动搭讪 也都会被她冷冷回绝 根本用不到我出手 她说 除了我 其他女生在她眼里都是麻烦 所以 我根本没有展现这一面的机会 陆池的手悬在半空 却没有再抓过来 只是试探地开口 那衣服 那是老师傅退休前 做的最后一件衣服 买不到了 陆池一整晚都没回卧室 似乎是睡了书房 而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她已经去上班了 这很不合常理 以往 如果陆池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 她都会心虚主动讨好我 但这次 她这么硬气 我突然有点怀疑 是不是真的是我过鸡了呢 刚好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客户新送了她一只跑山鸡 中午做鸡汤给我喝 我顺嘴应下 让她多被点 我给陆池也带一碗 算作我的赔罪是好 到陆池公司楼下的时候 我怕单鸡汤不够吃 又帮她买了一份套餐 才满心欢喜地上楼 结果 还没推开办公室门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昨天是微微做得不合适 我替她向你道歉 我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 娇俏的女声紧接着响起 是周文文的声音 陆总您不用跟我道歉 其实我能理解沈总的 透过侧边玻璃 我看到陆池双手交叉 放在桌上 目光深深地看着周文文 等待她的下文 毕竟陆总您年轻帅气 又失业有成 公司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您 神总有危机感 也是正常的 说完 周文文跟辩戏法似的 突然从旁边拿出了两个饭盒 不过话说回来 神总昨天害我当众出丑 也是事实 作为补偿 您中午吃我带的盒饭好不好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哦 周文文殷勤地将那只捧心状的 粉红猪猪饭盒打开 里面是一份爱心状的蛋包饭 配菜是蟹黄虾仁 蒜蓉排骨和红米肠 全都是陆池爱吃的 她殷勤地将筷子塞进陆池手里 壮似委屈地劝她 这份蛋包饭 原本是我给自己准备的 但是陆总你要吃 我就先让给你吃吧 眼见着陆池已经抬起了筷子 我一把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哟 这腰巧 已经吃上了呀 听到声音 陆池啪一声 将筷子放到了桌子上 欣喜地看向我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柔婉一笑 故作遗憾地说 当然是来给你送饭啊 不过看来 好像有点不需要我了 陆池疼地站起身 接过我的保温筒 还没打开 就开始夸张地拍马屁 哇 好香啊 一闻就知道是你亲手做的 老婆你辛苦了 我半点没给她面子 没 楼下饭店买的 陆池也不生气 飞快地打开盖子 就开始狼吞虎咽 买得好 老婆买得最好吃 我看着陆池不顾形象的吃法 在心里轻吃 他在用吃 掩饰自己的心虚 心虚什么呢 视线转移到衣领的时候 我的瞳孔猛地一缩 那里 有一个烂番茄色的口红印 和周文文今天的口红色号一摸一样 周文文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那陆总神总 你们慢慢吃 我先出去了 我抬手 等等 陆池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拽过衣领挑了一眼 又无所谓地放开 哦 这个呀 刚刚我的笔掉了 文文帮我找 可能是那时候 不小心蹭到的吧 周文文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脸胀地通红 我放过了这个话题 假装突然发现的 指着桌子上的猪猪饭盒 哇 这份蛋包饭好可爱 是周助理 你做的吗 可以给我吃吗 周文文看了眼 毫无反应的陆池 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可以 我夸张地开口 我最近正馋蛋包饭呢 那太谢谢你了 走过去的时候 假装不小心 手带到了猪猪耳朵 饭盒应声落地 蛋包饭被摔成了一个恶心的形状 我遗憾地感叹 嘖嘖 好可惜 刚刚还是心形的呢 陆池终于从饭盒里抬起了头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眼眶寒泪的周文文 朝他挥了挥手 我从办公室出去的时候 周文文还没回公位 正站在窗台边抹眼泪 瘦削的肩膀 随着抽气一颤一颤的 看得我见油脸 我拍了拍手掌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我知道 有的同事很热心 很关心董事长的起居健康 但请你们记住 公司招你们进来 是让你们帮助公司创造效益的 而不是来照顾董事长的 照顾董事长这件事 我们家有保姆 有营养师 再不计 还有我这个董事长夫人 就不劳大家费心了 奉劝大家 还是把心思多放在工作上 才能早日升职加薪 周围开始想起了 不大不小的议论和窃笑声 周文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然后捂着脸冲向了卫生间 陆池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 将我拽了回去 关上了门 还拉上了百叶 他看着我满脸痛色 威威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我歪着头看他 我变成哪样了 我说的话 有哪句有问题吗 陆池伸手扯松了领带 呼吸变得急促 半晌 一拳砸在桌子上 在抬头看我的时候 眼里已经满是失望 威威 我爱你 也愿意纵容你 但这不是你肆意凌虐弱小的理由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陆池 你纵容我什么了 我一步步朝他走近 步步紧逼 是纵容我照顾你起居 还是纵容我给你送饭 还是纵容我出手帮你斩断桃花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周文文对你的心思 他到底算哪门子的弱小 陆池身体不由自主地厚仰 到最后 整个人几乎躺在老板椅上 满脸丈红 满脸不敢置信 他冲我高高扬起手臂 微微颤抖 沈薇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我后退了半步 给自己留足安全距离 哦 像什么 像一个泼妇 我知道我和陆池之间出了问题 但我却不知道要不要修复 怎么修复 而这个问题 在晚上回家的时候得到了答案 半路 汽车突然抛锚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车里等待救援 视线在街上随意搜寻 无意间看到一间餐厅 周文文正坐在桌前 一边哭泣 一边低声诉说着什么 而我的好丈夫陆池 正坐在对面 一张张给对方地址 满脸歉疚与心疼 我很确定 周文文和陆池 此前从无任何交集 那他们现在的状态 又算什么呢 我给陆池打了个电话 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橱窗里的陆池 很快掏出了手机 看到屏幕眉头一皱 起身准备出去接 但经过周文文的时候 周文文突然伸手 弱弱地拽住了陆池的衣襟 痒头楚楚可怜地看着他 半晌 陆池叹了口气 挂断了电话 伸手安抚地揉了揉 周文文的脑袋 周文文顺势抱住了陆池的腰 将脑袋埋进了陆池的怀里 呜呜哭泣 我的心突然一阵抽疼 比当初我爸妈 不同意我俩结婚时更疼 我和陆池是大学情侣 当年陆家公司资金链断裂 又恰逢金融危机 大部分公司自顾不暇 陆家濒临破产 艰难之时 我决意带着自己名下的股份 嫁给陆池 为陆家公司输血 我爸妈不同意 将我关在家里 严令我不和陆池分手 就不许出门 我绝食割腕上吊 闹过好几次 我爸妈才终于怕了 同意我以入股的方式资助陆家 陆池当时感动得无以复加 跪在我爸妈的面前承诺 会一辈子敬我爱我 疼我护我 前些年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我结婚两年 肚子都没半点动静 他爸妈着了急 连带着对我也有了意见 几次三番劝我们去做事馆 而陆池怕我做事馆吃苦 坚决拒绝 最后甚至找人 开了一张诊断报告 跟他爸妈说 要不上孩子是他的原因 从那之后 他爸妈每次见我都带着歉意 对我态度也好了很多 而我也正是念着这些好 才数年如一日地敬爱他 信任他 只是最近 有什么东西 好像悄悄变了 回家路过水果店 我挑了一个最大最饱满的榴莲 因为陆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 我已经很久没买过了 陆池回来 闻到满屋子的榴莲味 果然皱起了眉头 你吃榴莲了 你不是已经很久不吃那碗衣了吗 很久不吃就不能再吃了吗 陆池沉默了 几秒钟后 他从兜里掏出一对钻石耳环 刚特意给你买的钻石耳环 你看看喜欢不 我瞟了一眼 赠品而已 心里对陆池的失望 又多了几分 我忙着呢 你先放那吧 陆池有点韵怒 手势盒子在桌子上 弄出了巨大的声响 我知道 他是觉得自己已经 逾尊降跪来 讨好我了 我自该顺着台阶下 以往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今天 我突然不想了 如果说之前的帮忙洗衣服和送饭 只是周文文一个人的自作多情 和友谊勾搭 那今晚的帮忙递纸巾 摸头以及放任周文文抱着他哭 则明显是两个人的出格了 脏了的男人 我不爱要 陆池又没回主卧 正合我意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精神抖擞地去了新产品宣传片 拍摄现场 然后见到了意料之外的周文文 照理说 这个产品是公司下一年度的重中之重 特意花高价 请了最近很火的流量明星 以周文文的资格 是不够格做对接负责人的 但助理陈曼说 周文文是陆池特意指定的 显而易见 陆池在刻意提拔周文文 而周文文戴着昂贵闪亮的钻石项链 一步一摇 足以恍瞎不明真相之人的眼睛 他们围着周文文羡慕的八卦 而周文文握着吊坠恰到好处的娇羞 炫耀 说那是他男朋友送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老公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女朋友 真的好恶心 我是个公司分明的人 就算想教训周文文 也不会拿公司的利益做祭品 但我没想到周文文这么不中用 一周后宣传片拍摄结束 项目组举行庆功会 本来只是走个流程的事 但就是这个走流程的事出了问题 陈曼说 最后一天周文文怕出问题 所以亲自负责流量明星的饮食起居 结果 他竟然在给流量明星准备的混合果汁里加了芒果 而那位明星恰好芒果过敏 此刻全身都起了疹子 严重影响了后续的工作安排 明星经纪人要求我们代为偿付违约费用 同时支付精神损失费 粗略估计需要五千万左右 我真的是快被他蠢哭了 明明什么都不做 就能美美地领功 偏要出来当闲眼包 结果变成了狗尾巴栓秤妥 而现场周文文比我还委屈 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的饮食 你们不能一出了问题 就往我身上甩锅呀 我知道了陈曼 你是不是因为陆总指定我做负责人 故意帮沈总出气给我泼脏水 陈曼表情冷硬 向我投来询问的眼神 我点了点头 很快 陈曼拿过来一段监控 正是周文文编给周围人安利 他自己发明的这款混合果汁多好喝 编芒果汁里加芒果汁的视频 完了还有他献宝样 将果汁递给明星的片段 周文文看到视频 瞬间腿软了 他摊坐在地上无助地哭泣 我不知道啊 根本没人给我说过他芒果过敏啊 我怎么知道他吃不了芒果呢 芒果明明那么好吃 五千万啊 我割肝卖血都赔不起啊 眼见着围观的人群开始怯怯思语 我清了清嗓子 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情怀 给每个项目都预留了意外储备金 以防部分员工个人资产 不足以偿付他所造成的损失 但这并不代表员工可以随意犯错 所以此次事件 公司会帮忙赔付90% 由周文文女士赔付余下的10% 同时 我会建议合作公司 对周文文女士做开除处理 以便给对方经纪人一个说法 员工开始爆发出小小的欢呼声 而周文文低垂着头神色莫名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周文文突然拦住了我 沈总 我有个事情想和您私下聊一下 我看了她一眼 将她带去了附近的会议室 周文文拍出了一张运检报告单 看着我一脸自信俱傲 沈总 我怀孕了 孩子是陆总的 我知道您和陆总仍然有感情 但那又怎么样呢 您生不出来孩子 像陆总这样成功的男人 是绝不会允许自己后继无人的 与其最后迫不得已撕破脸皮 我奉劝您最好提早知难而退 给自己留点体面 我看着地超单上那一点小小的残斗 胸口剧烈起伏 拼命抓着桌炎才能控制住浑身的颤抖 而周文文看着我的样子 仿佛胜利者一般围着我踱步 其实沈总 我早就已经提醒过您了 是您自己不愿意相信 他凑近我的耳朵 笑得得意又恶劣 您和陆总的婚姻早就已经烂透了 只有您还一直当个宝 我终于忍无可忍 重重的一耳光扇在周文文脸上 周文文的嘴角瞬间溢出血丝 晚上回家之后 陆池的脸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我从没见过那么冷厉可怕的陆池 但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陈曼早就提醒过我 在我离开后 周文文就捂着红肿的脸颊 哭哭啼啼地跑了出去 添油加醋地说我表面愿意帮他赔偿 结果背地里却又故意恶言恶语羞辱他 说除非他死 否则公司不可能帮他赔一分钱 最后周文文故意爬上天台寻死觅活 是陆池感到好不容易才将他劝回来的 果然陆池刚看到我就开始发飙了 沈薇 我跟你说过我跟文文 之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非要揪着他不放 他只是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小女生 一没后台 二没关系 你有什么不满 冲我来不行吗 非得逼死他才满意吗 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陆池 谁说周文文没有后台 你不就是他的后台吗 陆池一愣 什么 如果你不是他的后台 那你现在以什么立场 为了他的事情和我大吼大叫 陆池的眼神躲闪了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怕你行差踏错 万一真的背上了人命 那你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而且你不觉得他和你年轻的时候很像吗 说完 他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语气陡然严厉了起来 再说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问题 要不是你那个助理陈曼 以为我和文文有什么想帮你出气 故意不告诉文文那个流量明星芒果过敏的事情 文文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那个助理必须做开除处理 我快被气笑了 首先 我年轻的时候 可干不来勾打有富之夫的事情 别拿我跟这种人比 我嫌恶心 其次 合作方的喜好和过敏源 一早就写在项目报告书里了 周文文但凡看一眼报告书 都犯不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最后 陈曼是我的助理 不是他周文文的助理 本来就没有告诉他注意事项的义务 陈曼的去留 我说了算 陆池还在强词夺理 就算陈曼没有告知的义务 但他作为项目总负责人 在发现文文犯错时 没有尽到规劝阻止的义务是事实 而且 沈威你别忘了 我也是你们公司的股东 完全有权利决定普通员工的去留 我倒是忘了 曾经两家公司交叉持股 现在还没把陆池洗出来呢 我突然觉得疲惫异常 不想继续争辩了 陆池我们离婚吧 陆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怒了 沈威你是不是疯了 为了一个周文文你 竟然要跟我离婚 我平静地点头 是 我要跟你离婚 你想都别想 我没有出轨 我是不可能同意跟你离婚的 陆池吼完 火速摔门而去 仿佛怕听到我坚持的话 无所谓 反正我也没想征求他的意见 我火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搬去了公司附近的公寓 又给律师和财务分别打了电话 交代他们尽快将我和陆池的资产剥离出来 实在包不开的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之后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之中 反正财产理清之前 我确实什么也做不了 陆池消失了整整一周 一直到第七天的晚上 他才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语气带着迟疑与试探 家里你的东西都不见了 你搬出去了 对面深吸了口气 上次是我态度不好 我跟你道歉 我将手机扔在了一边 继续忙自己的工作 对面等了一会 发现我没反应 又补充了一句 作为补偿 之前订的那辆游艇 我会登记在你的名下 还有 半山腰的那两栋别墅 我也会一起过户给你 我依然没说话 周围只有啪啪啪地打字声 对面似乎恼了 语气近乎咬牙切齿 沈薇 你别太过分 我拿起了手机 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没听见 对面突然牙火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离婚协议书 我会让律师 你好后送给你 对面的声音 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几乎能想象到 鹿池背弃的暴跳如雷 但又拼命克制的滑稽模样 沈薇 你一定要这样吗 嗯 对面突然冷笑一声 你别忘了 只要我出一纸证明 你不能生育的事情 立刻就会在圈子里传遍 除了我 没有人会愿意 要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沈薇 我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突然就懂 我们之间 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因为曾经单纯热烈的少年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精于算计 甚至自是运筹帷幄的商人 我也笑了 鹿池 我们领证的时候再见 然后挂断了电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没来由的一阵恶心 稳妥期间 我直接去了医院 期盼已久的生命 来的却不是时候 如果是在一个月前 我会欣喜若狂 拉着所有人和我一起庆祝 但现在 我却连他的去留都产生了迟疑 真是讽刺 电话 恰好在此时响起 是我的律师 他说 他刚刚去给鹿池送离婚协议书 结果鹿池撕了离婚协议书不说 还揍了他一顿 他是来请假的 很明显 请假是假 告状求抚恤是真 我批了他的假 又让财务给他打了两万的营养费 让他好好休息 既然律师这边行不通 那就只能另寻他路了 我翻出了当初让我去接鹿池的 那条陌生短信 给他回了一条 后天是我的生日会 圈内名流都会来 那天一定不能出岔子 否则 我和鹿池颜面禁师婚姻 难以为继是小 鹿沈两家公司 也会丑闻缠身 生育受损 而你除了一个鹿池 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 无论你有什么事 都请过了后天再说 我已经说得直白的 不能再直白了 剩下的 全看我猜得对不对了 生日会那天 现场名流云集 所有人锦衣华服 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鹿池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央 对着话筒拍了几掌 借用大家几分钟时间 今天是我的爱人 沈薇女士的生辰 鹿池再次诚挚 感谢各位的历临 借用今天这个机会 我也想再次向我的爱人 沈薇女士表白 微微 我一直记得 八年前出狱的时候 你一个人挡在三个黄毛 混子身前 明明自己也害怕地发抖 却依然义无反顾地 保护着身后的女孩 那一刻 尽管你身形瘦弱 尽管你身处黑暗 但在我眼里 你却比肩神明 光芒万丈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 这样勇敢耀眼的女孩 就是我鹿池要一生 追随爱护的人 很幸运 我美梦成真了 更幸运的是 结婚四年来 我一日比一日爱你 每一天都爱你 更胜从前 周围开始爆发出 小小的艳羡与欢呼声 鹿池身着剪裁得体的西装 头发被打理得一丝不苟 站在聚光灯下 满眼深情地看着我 仿若童话故事里的王子 我想将全世界最美好 最珍贵的东西 都送到你的面前 但又觉得 那些庸俗之物 配不上你 所以 我亲手雕刻了这一对人偶 正是初玉石的你和我 希望我们的感情 能永远像初玉石一样 纯真热烈 鹿池举起手里的人偶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一如初玉的少年 所以 威威 你喜欢这份礼物吗 不得不承认 鹿池长得实在是太符合我的审美了 也太知道如何精准击中我的心罢了 刚刚看着他深情表白 我甚至有了一瞬间的恍惚 但所有的恍惚 终止在他拿出他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前 两个月前 鹿池就问过我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我当时挑了一条限量版的钻石项链 那条项链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永恒的爱 讽刺的是 前几天 我亲眼见到那条项链戴在了周文文脖子上 我吃笑出声 不喜欢 鹿池的表情一瞬间变得精彩分成 周围也响起了不大不小的议论声 连我爸妈都朝我投来了不解的目光 我端起酒杯摇摇敬了鹿池一下 不过我的礼物 你应该会喜欢的 鹿池强撑起笑意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朝门边努了努嘴 周文文大踏步而入 静止走上台 在鹿池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夺走了他手里的话筒 大家好 可能大家还不认识我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鹿池鹿总的地下情人 也是鹿家未来的儿媳妇 我叫周文文 鹿池一把抢走了周文文的话筒 盯着他双眼鸡欲喷火 你疯了 周文文看着鹿池笑得灿烂 是啊 我是疯了 从爱上你的那刻起我就疯了 他后退几步 从包里拿出了备用话筒 我今天到现场来 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是的 我怀孕了 孩子是鹿池的 沈薇不能生 但我能 我将生下鹿家的嫡长孙 一旦激起千层浪 台下瞬间嘈杂 鹿池爸妈最先反应过来 在鹿池的耳光轮到周文文脸上之前 将她拉下了台阶 梁老颤抖的声音 透着难掩的喜悦 你说的是真的 你真有了 周文文拍出了臂超单 如假包换 鹿池冲下来想打她 周文文 你他妈 有病吧 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鹿家舅舅拦住了鹿池 周文文躲在鹿池舅舅身后哭诉 鹿总 我爱你 我可以没名没分地跟着你什么都不求 但我们的孩子不行啊 我不能让他从小就生活在破碎的家里 更不能让他背负私生子的骂名啊 鹿池盯着他目自欲裂 我跟你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怎么可能会怀孕 说 你到底怀的是谁的野种 周文文羞愤欲死 从包里掏出一大大照片 砸向了鹿池 你怎么羞辱 我都没关系 但你怎么可以怀疑我们的孩子 白花花的床罩洒了一地 鹿父鹿母原本还心存疑虑 此刻看到照片 立马将周文文护在了身后 我爸妈此刻也反应了过来 愤怒地就要冲上去打鹿池 我拦住了他们 安抚地拍了拍他们的背 爸妈 别生气 鹿池的报应 马上就要来了 律师恰好感到 我接过离婚协议书 递到鹿池面前 啥也不说了 签字吧 鹿池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半赏突然笑了出来 我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对不对 他抓过离婚协议书司的粉碎 碎片扔了满地 想让我跟你离婚 你做梦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 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离开我 我摇了摇头 朝背后伸出了手 律师瞬间又递给我一答离婚协议书 思爽了吗 这还有五六七十份 鹿池一把抢过去 正要再思 一直没说话的鹿府 突然站了出来 狠狠一巴掌扇在了鹿池脸上 闹够了没有 还嫌今天不够丢人吗 鹿池愣住了 顶着通红的五指印 看着鹿府满脸委屈 爸 你没看出来 今天这一切 都是沈薇安排好的吗 鹿府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他 就算周文文是沈薇安排的 那你们的床照 也是沈薇安排的吗 鹿池的声音弱弱的 那是周文文辟的 鹿府仰手又要再打 被鹿母抓住了手 鹿母对着我和我爸妈的方向 深深居了一躬 鹿池和微微的事 是我们鹿家 对不起你们沈家 既然微微想离婚 那今天我做主 就帮他们把这婚礼了 另外 作为补偿 我愿意将我名下 鹿氏集团5%的股份 转送给微微 豪门要脸 尤其今天是我的生日宴 圈子里的人几乎都来了 所以鹿母出手尤其大方 我爸妈虽然心里气愤 但看对方认错态度诚恳 一时也不好发作 最后 在全场宾客的见证下 鹿池心不甘情不愿地 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而这 正是我想要的 离婚之后 我和鹿池再没见过 当然 主要是我避着他 听我们共同的朋友说 周文文最终被查出 没有怀孕 鹿母大发雷霆 但因为鹿家 刚在我的生日宴上 丢了大脸 所以只能打碎牙齿活血吞 帮鹿池和周文文 举办了婚礼 但婚礼当天 鹿池根本没有出现 婚后 周文文在鹿家不受待见 圈子里的人 也都嫌弃鄙视他 周文文得了抑郁症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一个中年丧妻的老富豪 干脆跟着人家 跑到了国外 而鹿池 在离婚之后 就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工作之中 整日不眠不休 打得竞争对手苦不堪言 很快就占据了龙头老大的位置 鹿父鹿母 原本对他意见颇深 但眼见着 他将公司带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也开始转变了口风 甚至帮他相看起了新的妻子人选 只是鹿池一个看上的都没有 而我 因为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又生了儿子 我爸妈也看开了 不再催婚 只专心帮我培养继承人 一日 我正带着儿子在草坪上玩球 大哥顿的功夫 鹿池突然抱着儿子走到了我面前 几年不见 他变得成熟了很多 眉眼透着深深的疲惫与沧桑 看着我 他嘴巴张了好几下 才问出一句 这些年 你还好吗 我慵懒地回望他 没你在面前碍眼 好得不得了 转而严厉地看向沈木木 沈木木 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 不许跟陌生人讲话 更不能让陌生人抱你 你是怎么做的 沈木木吓了一跳 从鹿池身上挣扎着跳下 妈妈我错了 妈妈我先去玩了 鹿池苦笑一声 像是在跟我说 又像是自言自语 薇薇 我这一生的爱 在爱你时都耗光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爱人了 也不会再结婚了 木木 将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朝沈木木招了招手 走该回家吃饭了 春日情好 未来可期 而陌池将被我永远地 扔在身后 扔在身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